全国警察总长丹斯里卡利·阿布巴卡 昨晚11点发文告 证实一名持有朝鲜护照的46岁男子 Kim Choi·金哲 星期一在吉隆坡第二国际机场 寻求医疗服务 但是在送远途中弃绝身亡 消息传开之后 全球媒体中央报道 并指出死者正是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 同父异母的哥哥金正男 全国副警察总长丹斯里·诺拉西 今天下午表明 警方还在调查死者的确实身份 并着手查证护照的真伪 而移民局总监拿督斯里 穆斯达法也声明 将全力协助警方调查真相 另外穆斯达法也透露 男子实在还没通过移民局关卡 就已经遇害 除了移民局交通部长拿督斯里廖中来 也呼吁街上控股有限公司 移交事发当天秘露电视画面 协助警方追捕凶手 在验尸程序进度方面 死者遗体今早九点半 从布城医院送抵吉隆坡中央医院 当局预计今天就能完成验尸程序 随后将交由警方发布最新消息 至于调查行动 警方从吉隆坡第二国际机场的 秘露电视 鉴定一名29岁的越南籍嫌犯 梁丁康 并成功逮捕对方